好了,不說了,節目差不多了 首先提一提大家 記住,這個星期六 我們昨天,因為我們只有20個位置 還有一些位置,應該還有12個 如果想聽關於BNO Visa 對於移民升學,或者怎樣去賣投資 都可以馬上報名 84-81-1079,2點半開始 我們現在坐在這個Studio 我們會有一個大約10人、20人的講座 這次其實我們開始做了第三次 這次第三次在這裏 內容就越來越豐富 還有安排應該會越來越好的 我們會更加多,足夠人手 無論是Finance、稅務、BNO Visa 甚至乎投資物業 甚至乎 譬如你說我不是想去英國 澳洲、加拿大 你又不學關於這些移居 或者我們不要用移居 安排你人心的那條跑道 都可以馬上報名 84-81-1079 這是次其一 其二就是我們的結他班 有同學陸續續報名 舊同學和新同學都有 記住 初班的,零經驗 完全不懂任何為甚麼 音樂甚麼叫譜 全部都不要緊 你可以報初班 1600元10堂 每個星期一天的兩點半上課 如果有時我們會 那個星期上不了課 譬如阿姨有甚麼事 我們都會盡早通知 足足十堂 舊同學就不特別講了 仍然是四點鐘上課 1700元10堂的課程 那應該遙無意外 進修班將會學 其中一首歌就是18的Finger Style 就是18 Beyond那一首 阿珈琦那一首 或者現在叫 Finger Style 其實我現在都在練習 因為我作為大師兄、班長 我都要自己 所以我擺多一個結他 一個在家裡,我擺公司 我第二種結他 就是西班牙做的 沒有那麼好按 但聲音就比較好 因為其實是否一定有衝突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熟 但往往 有時候容易按 那些結他的聲音就沒有那麼厚 我自己覺得 我都會繼續 希望起碼一天練一個小時 最少 當然昨晚已經沒有了 回到家就不一定練的 晚上這麼晚 至於這個禮拜 剛才我收到 我們在來自英國 即是我們的運輸公司 即是安排馬拉的貨 到那個運輸公司的確認 那就是5月30日到香港這隻船 他說會在6月7日前送 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上次也這樣跟我說 但是結果他就不用擔心 兩三天就 因為可能他 我不知道這次行不行 不然說得那麼緊 那上次就是 我記得我跟大家說 星期四來買 結果星期二我已經在賣 都是早了的 但其實這批貨已經不再接受訂購了 如果你現在要訂購醋 就要再訂購月底 其實我過去就真的不喜歡做訂購 因為要先洗未來的錢 以及我們很多Admin工作 但是那種勢頭 令到我們不訂購 你們真的永遠賣不到 甚至我現在在6月底那批 其實已經再訂購大一倍 我也覺得未必應付到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喝開這些醋 想試喝的 真的最好的就是訂購了 OK 那好了 這個月底 就是這一間水貨 我們會再購買 Look at Me 那是大貨 不擔心 還有我現在不會特別推介 也不會特別給你們訂購的 就是我那隻Morrenless 其實那個Morrenless 我買了20 我給了20個朋友試 那10個朋友好聽話 就真的 因為有些不是過天天鹽血糖的 有些人有血糖肌 就是日日或者假日鹽的 是10個匯報 10個都是可以達到標準的 就是5點多的 這隻東西其實我們在馬來西亞買 我們是月壽以萬之計 我們叫做甜尿 那這隻東西是貨什麼呢 是甜尿 就是糖尿 和皮膚的 那這隻東西其實如果在馬來西亞買 就賣九十多港幣 應該是賣二百多港幣 因為價錢可能跟醋差不多 所以我的定價多少我都不知道 我再拿上手 好了 這個星期六 其實我現在也想想 我跟阿靖說很容易 但是要剪片 我都想做好一點 關於很多網友不知道我們有什麼賣 有些東西我們沒有放在網站 或者是否可以 其實我最大的問題 就是各個產品做個廣告 其實不用的 譬如我們每個星期來貨的 星期六的那幾樣日本貨 是否可以一個廣告呢 譬如 原隻新鮮八酒魚 原隻新鮮北海道八酒魚 原價六七八 特價三八八十八 中龍卷 旁邊彈我的價錢 不是 有張相片 但現在問題是那張相片也難找 我們十八爺說這麼久 你還沒找到那張相片給我 因為 自己拿著來拍 不是 有些相片 就是阿Lick 你這裡有相片 有片才可以剪 你都沒有相片 那你怎麼剪 自己拿著來拍 你說自己在網站上截那些 就未必是我們那隻東西 你自己拿著 其實呢 甚至乎做好一點 在我們的節目 如果在我們的節目 而不是廣告 我看到別人 就已經立即有訂購電話了 是 立即有價錢了 是 就立即把我的產品放在我旁邊 這些是我們平時做節目做到的 那我呢 其實呢 就 我看看是怎樣 我將會 記不記得我們不是吃過雞翅 是不是很冷靜 我現在明白 我後來我說不做 因為我覺得是貴 我以為你四位的翅 是貴過我現在賣280元的金湯翅成四呢 後來大家了解到 因為呢 金湯翅 紅燒翅 我們還可以用霞翅翅 真的不要介意說 因為雞湯翅是清湯 所以一定要用最美的翅 我現在是考慮父親師做不做雞翅 因為要你們自己補雞湯 你們是不會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做我的那個 那個急凍的翅群 這個好 不急凍你自己回去放下 另外呢 有一種東西我不會做的 但是你也可以拿回去吃 就是有一條馬友 是 鹹魚 不是的 鮮魚 其實我吃那條亡不了 我真的是亡不了 很冷靜 但是骨頭 其實這些事情我都不會做的 我們說這個星期六我們會有什麼呢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真的要訂 或者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上次 結果糟糕了 剩下三隻 就不夠100%準 雖然那三隻就丟掉了 我也不用輸 因為我賺頭虧尾 但是丟掉了就浪費了 結果我都便宜了100元 賣賣的 我賺不到100元 其實一隻 OK 如果大家這個星期有派對 記住 我很推介的 我很推介的就是有 竹龍卷 平靚正 新鮮的八爪魚真的很好 你不要用你平時在街上吃那些 吊鞋燒燒的 不要用那些來給八爪魚 我們的海膽 雖然有人有什麼砒箱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說到有砒箱 我沒有看節目 但是日本人都是吃這些最高級的海膽 我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你問我 又不是經常吃 海膽 我們很久沒有說 其實我們的和牛 那一隻我們不用特別訂貨 因為我們平時也有 如果在家裡想著燒蝦或打火鍋 沙布沙布 這些和牛沒有得輸 特別是招呼朋友 OK 我們的年糕 就是煎年糕 就是煎年糕 吃的東西 紅酒 翹頭 明天我就會再回到龍蝦味 今次我回到那些是全部非洲綠色的 8至10元的大龍蝦味 我自己吃了 昨天 還好吃 再高一格 再高一格 我一定是要推前的 本來是說不如我去吃波士頓 我怎麼會吃波士頓龍蝦 真的說真的 加拿大龍蝦就是波士頓 其實那類東西 真的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食味 大家要訂的東西就訂 譬如我們買了一股蝦 可以上來買的 記住一肌肉就四百三 兩肌肉就七九九 我們其實很多人買了一肌肉 真的很好吃 我看到我的網友經常分享一些日本食物 都是我們的大客粉絲 他們應該要聯絡 我不知道你是吃完東西就拍照 還是經營這個行業 可以去找我 明天芝士蛋糕原味會回來 芝士蛋糕原味 至於我要更正 我們兩筒半鮑魚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買多少 兩筒半 1988 之前我們連三筒都好像買1688 三筒 好像類似一樣 現在我兩筒半 正式升價跟大家說 2688 你不用想著不值 你沒有之前的網友那麼值 不過我只剩下兩隻 因為你都買不到 你成十倍都買不到 我敢說 因為我五筒 我將會買1688 五筒其實也很大隻 你現在的新同學 你吃不到五筒 你叫了鮑魚是吃不到五筒 最大的就是七筒 去到手裡皮幾下 如果你們兩個五筒 1688 他們喜歡 當然想試試味 其實試試他們16筒 明天我又回貨了 我買了一隻不剩 399 OK 記住 報名 結他班 報名這星期六 或這星期六的那個講座 就是你改變命運 我只見到那些網友去年跟我們買樓 有一個買 就是我講幾多間 匯價賺 去年去買的時候 十都不夠 現在成11 大概是10.9 你說匯價賺多少錢 匯價賺完 樓價又賺 其實你們知道匯價賺的一件事 好像我們買樓的時候 我們買的時候是2 然後是1.9 1.8 然後是1.9 那裡可以差幾十萬 即使是一層 一百幾十萬馬幣的樓 可以差幾十萬港幣 你想想 如果最高峰 我們做的那個講座 經常都在說 如果在07年 2017年 那時候去到15、16的時候 真的要命 你讀書的時候多少 你讀書的時候長期11 都很穩定的 11、12 11、12 最高峰是15點多 你想想15點多的時候 你買一層50萬港幣是多少錢 50萬 七百多、八百萬 那如果你去年買 50萬港幣就500萬 就差2、3百萬 差一半 是的 你讀書那些不想大 你現在跟我說 差很遠的 你問自己 我現在你不要跟我買樓 你現在不要跟我買樓 如果你有閒錢的 你買英鎊 你不是等著用的 最好放在外國銀行 如果放在香港 扔在那裡 你以為你輸的機會多 你贏的機會多 你不用回答我 然後 你又在香港買的股票 你以為你賣一層樓 就是Fixed Asset 你以為你輸的機會多 你贏的機會多 我不是說一定不贏 你不是這樣想的 就是Be smart 不要想賺錢或者投資 要保障自己 其實是要有一些 我經常都說 我也是千算萬算 你都是衝動的 看大小而已 你怎麼會跌呢 看大小而已 壞消息都出來了 還有什麼壞消息 蘇格蘭脫英 蘇格蘭脫英 也不是很壞消息 第一 第二 你有沒有去說幾百年 大家去看看 Netflix做回 今次我按一下 在那裡按一按 Brave Arts 說著說著 這套東西都有二十幾三十年 很壞消息 你有沒有看 有 經濟未了完 很壞消息 你有沒有 喂 從來都不壞消息 說了幾百年 是吧 所以我看到有些網友 很多好笑 這麼快又想好 這作數真的是香港人 我又不會罵 就想好 我住蘇格蘭 如果脫了歐盟 拿了歐盟戶 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我就在那裡這樣想 阿靖 你用英國BNOV進去 不過你住在蘇格蘭 他脫了歐 是不是代表 因為你住在蘇格蘭 你就可以拿歐盟戶照呢 我都很懷疑